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人被认定成为门嘴谎言的失信者 连原本最可贵的情谊都变得 值得怀疑后 还会有观众为他买单吗 文 李月 娱乐圈人设崩塌已经不是新鲜事 但薛志谦的崩塌 还是超越了所有人的想象 半个月前 他还是靠段子翻红的执着男歌手 同前期复合的痴心忍 半里语通出现 用十天时间 四篇习文 二十张图片和一条当事人录音 一层层地 彻底地拨开了他的人设 从没有人像薛志谦一样 把自己的人生活 成了一出大型真人表演秀 所有的生活细节都可以成为他经营人设的方式 这让人想到一部名叫楚门的世界的电影 从出生那一刻起 楚门就被真人秀导演置身于镜头下 被全球观众所窥探 但和楚门不同的是 作为明星的薛志谦 并不是被迫投入 而是自发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 当泡沫真人秀被残酷陷时 撕扯开一道口子 过去的用力都成为对当下的反噬 你会发现 薛志谦在他的世界里 已经越发失去自我 越发远离了真实的世界和鲜活的人生 一 在薛里求垂得垂大战里 有两处和这场纷争没有直接关联的弦笔 其实最值得玩味 一处是李宇通 复盘2014年的一场车祸 和薛志谦一起赴泰国为淘宝女装店拍摄宣传照 两个人从摩托车上飞了出去 一起躺在马路上飙雪 薛志谦的第一反应是给神 在国内的经纪人打电话 安排他赶快报道自己遭遇意外的新闻 另一处是他提到薛志谦为 了便利地从他家中取走现金 特意买了一个很重要品牌手提箱 他说很喜欢把现金装完手提箱 就像电影里交易的场景一样 打开一刹那看起来很帅 两个细节 聊聊几句话 一个有严重表演性人格 障碍的病人悦然纸上 薛志谦有多热爱表演 一个可以考证的数据是 在被大众冷落成为协星之后的那些年 他一年接了40档综艺 这些节目里 他极尽所能地干夸张的事 几乎什么味道都尝过了 吃过焦糖口红 眼镜 纸片 生脚过蜈蚣 被灌过动物粪便 嘴里还绷进过下水道的污泥 除此之外 他还是过头砸榴莲 瘦砸榴莲 在雪地大舞 以及与大张伟用枣筋互搓鼻孔 No 这些综艺梗并非浑然天长 而是带有浓重的表演痕迹 很多人因此发出疑问 薛志谦是不是太用力了 我不是有点太用力 是非常做作 用力 我那种幽默叫硬幽默 是硬着头 皮在幽默 薛志谦曾经回应说 但是我无所谓 因为这些对我来说 真的就是谋生的手段 无论开果果店 开淘宝店 还是写段子 上节目 都是为了谋生 为了红 这听起来并不算褒义 但他给自己的行为 找到了另一个合理化的出口 红是为了有机会 让别人听到自己的歌 从谋生到翻红 薛志谦砍皮了一种 全新的方式来求取关注度 实现自我运营 那就是用力的表演 专栏作家 白小莲曾经评价说 每个明星都应该向薛志谦学习 自我运营之道 如果它是一件款销品 几年销量连接起来 可以绕地球几百圈 如果它是一个自媒体 每篇都是十万家的起步量 但可怕的是 这种真假难辨的用力 一旦从屏幕延伸到现实生活 从前的表演就成了营销自己 愚弄大众的证据 而那些深情和专情 也一同灰飞烟灭了 2.9月16日 人设崩塌的薛志谦除 习了明日之子总决赛的直播 那天 一贯喜欢夸张打扮的他 破天荒地穿了一件 不太起眼的灰色衬衫 没有戴他标志性的黑框眼镜 没有讲段子 低调地避开了一切敏感话题 某种程度上说 类似的选秀节目 也是薛之千人声的起点 他的星途始于2005年的《我行我秀》 在那个选秀元年 他拿到了第四名 以青春偶像的形象一页成名 比赛结束后 他说出于信任 连合同都没看 一 分钟内落下笔 签约了主办方上滕娱乐 人气最高的时候 薛志谦和另一位选手军 军合出的写真集签军 一发畅销15万本 第一张专辑主打个认真的 雪红遍全国 一度成为当年彩灵销售榜冠军 他曾经自爆过 那时出门会带七个助理 走到哪儿都有人和他打招呼 但选秀盛行的年代 每年都有一批又一批快乐男生 好男儿新鲜出炉 这种瞩目像刘欣一样 很快就失去了 2010年 薛志签字费完成 自己第五张专辑的录制 但公司已经不愿在他身上投入资源 甚至连开新专辑发布会的五千元预算 都拿不出 同玩师哥张杰选择背负百万违约金 远走湖南转头快乐男生 而薛志签只能和大多数人一样 留在原地 旅行完长达七年的合约 正是在这样的尴尬时刻 为了获得关注 薛志签开始放弃偶像包袱 在微博发段子 所谓段子 其实就是对生活细节的夸张 调侃 熬夜工作导致生病发烧了 他形容自己的感觉 睡晕中 又有一点舒服 像被人迷迁了一样 住院打点滴 要留下在病床上 穿着病号服的憔悴照片 手机掉滑桶里 不忘把前手机的过程 拍下来做成图文版连环画 到幼儿园去走学 他特意蹦一米高 再重重摔倒 这样就能以歌手的辛酸成为新闻稿 连回忆自己参加比赛前 在瑞典留学的日子 他也能说出自己 和流浪狗抢古都吃的段子 很难考证这些段子的真实性 但可以确定的是 写这样的段子 薛志谦花了五年 直到2015年 朋友牵着狗到机场送他 他后来回忆说 我看到狗就开始想怎么玩这只狗 怎么能把它发挥到极致搞笑 No 他拍了一组图 假装那是自己的狗 想尽办法把它放进行李箱 围成围帛 甚至塞进裤裆 只为带他混过安检 终于 这条微博上了热门 薛志谦的段子手属性被大重发 绝 由此开启了他的翻红之路 没有人比翻红的薛志谦 更了解不红的滋味 也没有人比他更懂得该如何抓住转瞬即逝的时机 他开始把他的用力发挥到极致 作为艺人 在发出这条和我有关的微博之后 他逐渐摸索到了一种把任何一件小事 都变成头条的能力 有他参与的节目从来不乏新闻点 在一次又一次上热搜的过程里 他也在强化着自己热爱音乐 真性情等各项人设 去年五月 薛志谦在微博发掌门 指责谁是大哥审节目组 他说自己在节目录制过程中 主动为节目香港 自愿吃焦糖做的眼镜口红 用水焦自己的头 跪在地上倒立铺摔做效果 做了这么多 只有一个心愿 就是能在最后一期节目中 上台唱一首歌 但节目组却未能遵守承诺 剪掉了那首歌 随后 节目组回应称剑掉 是因为失常原因 其他几位歌手的歌 也没能完整播出 很快 这 各回应被铺天盖地的讨伐声淹没 留下的是须之间掏心掏肺 为音乐却换来被辜负的苦情形象 在粉丝中流传 就在前几天 薛志谦在明日之子里 同样制造了类似的剧情 参加比赛的二次元选手 合资演唱完毕之后 薛志谦给他投了支持票 导致合资激起 主持人张道大宣布结果时 薛志谦并没有表现出一样 下一位选手已经开始演唱 薛志谦仍然在场边 和另外的新推官杨幂聊天 直到台 上的选手演唱完毕 主持人请薛志谦做点评 他却突然双手交叉胸前 话锋一转 冷冷说道 对不起 节目暂停一下 这可能是一个播出事故 上一轮 我得到主办方指示 他们告诉我 不要让合资输得太难看 所以要我投合资一票 现在反而让合资晋级了 No 接着薛志谦告知舞台大喊 今天 如果是这个原因 导致任何一个人走 我辞去薛志谦的责任 说完这句话 他把话 捅重重摔在桌上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录音现场 但仅仅是半小时后 换了身衣服薛志谦再次登台 留下的是当晚热搜第一 和舆论中一片真性情的赞誉 四 连感情也逃不过人设 在薛志谦的常微博中 他说自己最不想把爱情拿出来撕 因为这是世界上最不堪的事情 在某些时刻 这也许是句真心话 翻红之前 他的确没有拿感情吵过话题 比如结婚时隐瞒了包括公司 在内的所有人直到离婚协议 在办理房产过户手续时 被工作人员曝光 大众才知道他结过婚 并且已经离了 但离婚之后爆出的净身出户 房子和一些旺财产 都留给了前妻高利新 还是成了他深情人设的起点 那是薛志谦第一次上热搜第一名 当时就有人质疑他炒作 但他坚决否认 说如果一心想炒作 不会结婚离婚都在女方的东北 小城老家悄悄地办 事情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来变化 不爱拿感情炒作的薛志谦 最近一年来频频在公开场合 释放自己和前妻情缘未了的信号 去年四月 两人被拍到一起和薛夫去陵园扫墓 年底录制我们的挑战 玩真心话大冒险时 薛志谦自爆让自己 念念不忘的女人正是前妻 今年二月参加大学生来了 他又向一个不具名的北方姑娘 隔空告白 说自己最用心经营的就是这段感情 而高磊新的老家正是吉林 人人都坚定地认 为他就是那位北方姑娘 这段故事还拥有两个高潮 一个是六月十日 薛志谦在上海演唱会上 弹唱了一首《安和桥》 并向当时还是前妻的高磊新公开喊话 另一个是九月八日 薛志谦和高磊新一前以后发表微博 表明两人复合 No 在这些感情变动的节点里 薛志谦每一次都能如愿占据热搜 并且一再强化自己的公众形象 却没想到在宣布复合的大结局之后 会迎来最惨烈的反噬 如果说为了红 对自我经历进行一些加工还可以理解 但在李宇通曝光的路燕中 薛志谦劝说他打掉孩子时 这种要求女方为成全她的事业所做出的牺牲 显然已经超过了好笑和用力的限度 粉丝曾经最喜欢用来形容薛志谦的一句话是 有多不正经 就有多深情 如今 这句话配上他让婚外女友怀孕 又迫使对方流产的事实 显得格外讽刺 除了爱情 在薛 之前的情感世界里 有两位女性也被他常常提起 一个是他的母亲 一个是他的奶奶 据薛志谦和薛父讲述 薛志谦的母亲在结婚前 就知道自己患有心脏病 但还是不顾安危生下了儿子 每每在综艺节目中提及母亲 薛志谦都会眼眶反红 而奶奶去世那天 他正在一千公里外的北京 赶回家见了他最后一面后 亲自拔掉老人的强心计 在非常近距离 薛志谦讲起这段经历 痛哭到呼吸困难 有关薛志谦的整个故事 最悲伤的地方恰恰是在这里 当一个人被认定成为门嘴谎言的失信者 连原本最可贵的温情 也变得值得怀疑后 还会有观众为他买单吗